突然一陣天窑地洞 貨架上酒瓶一大半被甩落地面 酒瓶硬生破裂 还有这个五金行 层架上放满了货物 也承受不住强烈的摇晃 跟着掉了下来 卖场里的客人眼看地震发生 所有人赶紧跑上出口避难 很晃 这样 蛮大的 而且持续蛮久的 就在下午1点01分 花莲发生强烈地震 就在隔壁的宜兰相当有感 本来还在5岁的国中生 全部都被地震给吓醒 第一时间将所有学生 带到操场避难 还有宜兰苏澳海市学校 有多处墙面剥落的灾情 担心会有学生不小心被砸伤 学校赶紧调派相关单位 到场处理 市区也有不少灾情传出 一处诊所楼上大片玻璃 承受不住墙震 整片玻璃碎裂掉落到一楼诊所外 还有住家传出瓦斯外泻 吓坏了附近的居民 疑似是管线断裂 幸好及时抢修好 才没酿成意外 本来在混凝场的大桶子 因为承受不了强震的摇晃 同样是硬身倒下 占据了底下的整条马路 索性当时并没有车辆出入 一个强震来袭 也让宜兰多处传出灾情 索性没有传出有人受伤的消息 而未来一周可能还会有余震的发生 民众一定要做好地震的防护措施 记者红冲响在宜兰的采访报道